马荣在直播平台公开网宝强难以启齿的照片。网友,委屈马荣了。 近日,网宝疑似马荣身边人的小号Apps天涯霹雳兔,宣布马荣要在某日进驻网络直播平台,现场给网友直播,并且公布神秘照片,疑似是对网宝强不利。 图为微博内容。 该微博员文称,他可以发的,没关系,图片是私人XX给他的。反正20号你公布。 但是你要公布公关说的那一部分,有些要5个月以后自才能说。 然后转发的XX我是韩亚红的微博则称,你在这里发什么?明天把这些给他们。 你问这小杨,直播平台选哪个?远程连线的时候,让马姐戴个帽子和墨镜。 图为微博曝光的照片,其中长发男子看起来有点像是王宝强啊,细思极口,这是准备黑王宝强的节奏吗? 同时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还有一名疑似马戎的女子,这段时间,基本是在酒吧度过,或者是中日借酒消愁的,想必被千夫所指的滋味并不好受。 但是,图中右边的男子又是哪位?难道是又找到新欢了?不得不惹人瑕疵。 有网友针对马戎开直播发表评论称,你怎么不去死?不得不说,接下来的内容估计会更劲爆,但是对王宝强更不利啊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近日,王宝强诉马戎离婚案,马戎诉王宝强名语金权案二审宣判。 法庭博奎两岸上诉,维持原判。 马戎 Watson 马戎 Then 馬戎 coc 马戎否认出轨,反指王宝强婚内出轨,家暴,孩子暴了与宋哲的关系。 王宝强与马戎新日照 微博图片。 据陆媒报道,近日马荣在与王宝强离婚事件后首次公开面对媒体,围绕住婚外情,转移财产等等种种传闻 他与王宝强,宋哲的关系如何,以及他在整个离婚案件当中的诉求,马荣均做出了自己的全面回应 马荣表述自己主动面对镜头的原因,我不希望他们,孩子,整个成长过程中带着疑问,或者说受到别人的质疑 我希望我今天留下的影像资料,未来我的两个孩子看到之后,是妈妈唯一的一次在公开的场合针对这件事情,做一个澄清和解释,这是我的态度 在接受采访期间,马荣声泪俱下 马荣表示,王宝强的情绪很不稳定,在发布离婚声明后,对自己软硬结诗 每当自己想要发生的时候,王宝强就和他联系,说他还爱我,爱孩子爱家庭,他想要跟我协商,想要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我觉得我可能对他还抱有期待,我觉得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,我不愿意在公众媒体上去攻击他 马荣在访谈中全盘否认了出轨,他说自己和宋哲是非常纯粹的同事关系 对于王宝强被宋哲露在怀里的照片,他解释说,2014、2015年过生日时,自己在朋友圈发了9张照片 里面有王宝强、宋哲和公司其他同事,但是有人把自己与宋哲的合照摘取出来 至于与宋哲出去旅行,他解释有过一两次王宝强委派了工作,自己需要出去办一些证件,要拿行李 这才有了与宋哲在一起的行程,对宋哲而言,和经纪人出去,和助理出去,都是事工作 如果拿这个处来做文章,就是别有用心 有关一位自称是高铁乘务员的网友说,曾目击马荣与宋哲在高铁上5小时,食指相扣特别亲密 马荣回应道,难道这乘务员5个小时一直看着我吗? 马荣还指王宝强婚内出轨,曾在拍摄《大闹天竺》期间曾与一名流姓女子约会 二人一起过期细节互相发520红包 2018年6月22日,北京市三中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王宝强马荣离婚案,名誉纠纷案两案 上诉人马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,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 2016年8月14日凌晨,王宝强发布微博,称妻子马荣出轨经纪人宋哲,离婚声明 4日,即2016年8月15日,王宝强在北京朝阳法院,起诉其妻马荣离婚 2018年2月11日,法院一审判决王宝强马荣离婚 2018年6月22日,北京市三中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,维持原判 2日,北京朝阳法院,北京朝阳法院,起诉其妻